大家好呀,我是野苑 今天分享南瓜麻糬饶面包的做法 香甜可口,晚了又拉丝 有面包辣南瓜馅,营养又美味 孩子特别爱吃 300克贝贝南瓜上锅蒸熟 先取100克放进果汁机 加120毫升的牛奶,搭成南瓜汁 接下来将屏幕上所有的食材倒进面干里 先搅拌出这种粗膜 再加15克黄油和1克盐 再搬出透明的手套膜 将打好的面团拿出来,整理成团 盖上保鲜膜发酵至2倍大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做麻糬馅 碗中倒入80克的糯米粉 25克的玉米淀粉 30克白糖 160毫升牛奶,搅拌均匀 调好的粉浆固定一下 这样口感会更加细腻 盖上保鲜膜,大火蒸30分钟 蒸熟后趁热,加入10克黄油 翻拌至黄油完全融化 等到温热不烫手后下手揉鱼 揉到黄油完全吸收 记得一定要带上手烫 剩下的南瓜,咱们把它压成南瓜泥备用 手指沾干面粉,在面团中间戳不动 不塌陷不回缩,就表示发酵好了 移植案板上,用手拍打 跟面团排气 接着把它平均分成8等分 白个搓圆以后,擀薄 取30克麻薯 搓圆后按扁 包上25克的南瓜馅 放在面团上包起来 收口处捏紧,放着露馅 收口朝下,搓一搓 尽量搓得圆一些 放在烤盘上,二丝醒发至两倍大 找一颗干净的瓶盖,放在真中间 然后摔上一层干面粉 最后在面团上划上几道 放上几粒南瓜仁装饰一下 就可以送进烤箱里进行烘烤了 我用的是上下火180度 15分钟 我们的南瓜麻薯软窩包就做好了 冲着颜值,我一口气就吃了三个 软弱香甜,别买的还要好吃 赶紧坐个家人尝尝吧 我是圆圆 关注我接收Kina美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